昨天有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大家都很好奇 他的下一步比較有可能 是要回台灣打球還是蓄留CBA 這兩個差異 我覺得他蓄留CBA的機率非常的低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當他決定拿中華民國護照 我覺得他未來的半年 他應該會回到台灣打球 那未來的一年 他是不是會穿上中華隊的球衣 我覺得都有可能 所以球迷應該會開始很嗨 媒體你們也會開始很嗨 如果我們剛剛講說 他回CBA的機會比較低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覺得CBA很賺錢 如果從經濟面跟市場面來看 林舒豪當然在CBA中國自然打球 他的收入會十倍於在台灣打球 甚至於更多 那為什麼林舒豪會想要拿中華民國護照 我覺得有可能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過去這一年在CBA自然打球 林舒豪的身體精神或者生活面 可能遇到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困難 所以讓他決定離開那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考量是我想他絕對不是在這三五個月 決定要拿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他應該或許跟國內某一支球隊 或者是某方面達成的一樣相當的默契 所以他會決定要拿護照來台灣打球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未來來台灣打球的可能性 大概99% 回CBA打球只有1% 那像剛剛我們講到的就是有一些討論 可能講說有這個內援外援的問題 那他有沒有可能是為了想讓球隊多一個洋獎 而自己轉換成內援 當然有很多專業人士提到說 林舒豪拿到台灣的身份 他在CBA大陸CBA可以用台港澳的本土球員的身份 去打CBA 那他加入的球隊可以多一名外籍球員 因為他上個賽季在CBA北京 就是以外籍球員的身份上場 我覺得這機率不能說沒有 但是他機率太低 為什麼 因為兩岸敏感的形勢 不管是大陸看我們還是我們看大陸 我覺得他那個政治性跟敏感度 跟整個民族的情節都在 他拿台灣的護照 用本土球員的身份回到CBA打球 大陸的高層 大陸的球隊 還有林舒豪本身 他要面臨球迷跟輿論的壓力有多大 我覺得兩岸這個政治情勢被大家忽略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他拿台港澳的身份 以本土球員回到CBA打球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兩岸的敏感的情勢 兩岸的政治環境 兩岸的這種民族的情節 我覺得是太複雜了 就好像他不能夠拿中國護照 他拿了中國護照 那麼他在台灣的家人 在台灣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 我想大家都是可想而見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在講說 就是他如果拿台灣護照 在那邊會成為重視之一 是不是因為中國也很希望他拿中國護照 你說中國需不希望他拿中國護照 代表中國大陸打球 這我不知道 可能球迷 大陸的球迷 大陸的輿論 都在操作這樣的方向 那林舒豪對整個中國籃球 在亞籃 在世界籃球競爭力 可以帶來多大的幫助 林舒豪是個很棒的球員 他上個賽季在CBA平均有22分 5.6助攻 5.6籃板 他是一級的外籍球員 你不要被媒體或被網路上給誤導了 他打得非常好 他有足夠的實力 他以後穿上中華隊的球衣 他可以幫助中華隊 他穿上中國大陸的球衣 他也可以幫助中國大陸國家隊 但是對於台灣在亞籃的排名 對於中國大陸在世界籃球的競爭格局 其實幫助都不大 因為在國際的籃球舞台上 中國大陸是沒有競爭力的 在亞籃的舞台上 中華隊落後太多 不是一個林舒豪可以改變 如果要改變中華籃籃的競爭力 需要一個190的林舒豪來控球 還需要一個208公分的林舒豪來幫助中華隊 中華隊才有機會在亞籃突破重圍 所以基本上 從他整體的戰力來看 林舒豪是個相當優秀的拳 相當出色 他上個賽季在西邊表現也非常好 但是他加入台灣的中華隊 或去加入大陸的國家隊 我覺得基本上 對這兩支球隊在亞籃 在國際籃球的形勢上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其實像是他入籍台灣之後 要面臨一年的兵役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他的職業生涯上面 可能在台灣或在中國 都不會有上場的一個 兩次控制情緣 當然不可能 他來台灣他拿中華民國護照 他是以體育傑出的傑出人士來台灣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體育的專才 政府也同意了 他的兵役問題太好解決了 對啊 在台灣你只要是政府同意的 還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呢 所以他其實就兩個國家會選一個國家打球 並不會有兩頭空的情況 其實他爸媽就是台灣人 他選擇在台灣打球 他的壓力 他家人所承受的一些 我們無法預期的輿情 我覺得相對會安全許多 那就像我講的 他過去這一年在CBA打球 他的身體精神跟生活 遇到什麼困難我們不知道 另外就是他跟台灣的某些球隊 或某些企業 他的經濟團隊在台灣 做了什麼樣的佈局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蠻大的關鍵 所以他已經32歲 他未來的生涯巔峰 大概就是2到3年 他的籃球生涯可能就是3到5年 所以他作為這一個選項 回到台灣打球 我覺得機率蠻大的 這也是一個相對安全 相對穩定 而且未來有無限可能的一個決定 所以就是如果他真的回CBA 就是會弄成里外不是人 中國球迷也覺得 你怎麼可以拿台灣護照 台灣球迷也覺得好啊 你就要去舔洞 是嗎 對 所以為什麼我說 過去這一年兩年 有關於林舒豪拿台港澳球員的身分 以本土球員回CBA打球 為什麼我覺得他機率不大 大家都低估了大陸輿論 大陸民眾對於兩岸情勢的看法 林舒豪上個賽季在CBA是外籍球員 他現在突然拿個台灣身分 回到中國大陸用本土球員上場 他的球隊 林舒豪本人會面臨多大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大家低估的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他在回到CBA打球 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幾乎不可能 你說這個經濟落差實在太大了 那有沒有可能有哪支球隊 或是聯盟有可能吸引他 全世界都知道 在CBA打球跟在台灣打球 他的落差是十倍以上 林舒豪的收入 所以當林舒豪決定 可能回到台灣打球的情況底下 台灣目前所有的企業球隊 最有可能簽下林舒豪的 應該就是富邦勇士 因為林舒豪第一個他的年薪是千萬起跳 他的合約應該是三到五年 而且除了年薪除了合約之外 他的廣告合約 他的活動合約 所以這不是一般的企業能夠出得起 能夠說服林舒豪來台灣打球 所以目前市場上我覺得不管是新的聯盟P-League 或者是XBO超籃的五支球隊 當然能夠簽下林舒豪 能夠支付這麼龐大的薪資 跟可能其他廣告跟活動的收入 富邦勇士當然是最大的可能 有本事 是 也是 有本事 是 是 是